一查才發現 定惠室的收支根本混亂不堪 完全沒有記清楚每一筆支出的用途 翁晶晶更發現一張令人哭笑不得的單據 市制訂以11340元 買入保禄斯品牌的兩個性感胸圍 兩個標準身材腳型內衣以及兩條黑色束帶 人家身袍底下穿的的是綁腿 而市制訂身袍底下穿的竟然是黑色絲襪 在東北吉林有這麼一個農村姑娘 仗著自己有幾分姿色 不想像村裡其他女孩一樣找個當地人隨便去嫁了 總想著她朝一日能嫁個有錢人 興趣就可以飛上枝頭邊鳳凰 90年代香港正高速發展 不少內地人都嚮往這一片土地 包括這名來自吉林農村的姑娘 剛踏進香港她就被這裡的繁華所驚豔 燈紅酒綠的街道高聳露營的建築打扮時尚的行人 說什麼都一定要在這裡定居 這名姑娘心裡安安這麼想著 但是沒有學歷又沒有特殊技能 更沒有背景的她 到底如何在這片土地穩住腳步呢 1990年或許真的是緣分的到來 這名23歲的姑娘認識了當地一名貨車司機 陳偉榮 陳偉榮比她大20歲 而且還是已婚人士 也不知道被嚇了什麼迷藥 陳偉榮跟這位農村姑娘愛得死去活來 連髮妻都不要了 1993年陳偉榮果斷的跟妻子離婚 然後迎娶了這名姑娘 在拿到身份證後她將自己的名字 由原來的史愛文改成了龍恩來 7年後當龍恩來拿到了香港永久身份證的那一天 她果斷的一腳踢害陳偉榮 與之離婚 雖然陳偉榮收入並不算高 吃不起山珍海味 買不起昂貴的奢侈品 但好歹也是不愁吃穿 不過離婚了就意味著龍恩來以後都要吃自己了 本身學歷並不高又沒有什麼特殊技能 龍恩來這樣的長相在香港也不算突出 她就只能打打零工在飯店幫忙洗碗什麼的 賺了錢實在少得可憐 還要應付高昂的生活費 正當龍恩來萬念俱灰 準備收拾包袱回吉林老家時 她想著到家裡附近的寶蓮室 來燒香拜佛改改運 這一來她突然發現 咦?好像當個出嫁人還不錯啊 不用為吃穿發愁 不用為高昂的住宿買單 而且到香火旺的寺廟當尼姑 除了打掃衛生就是誦經念佛 一個月還能用幾千塊錢 甚至上換的收入 比洗碗公的收入強得多 於是龍恩來開始了她頓入空門的計畫 她沒事就去寶蓮師拜拜 跟那裡的住持初會法師打好關係 終於在2002年 龍恩來也告訴初會大和尚 她已經看破紅塵 請求法師收她為徒 龍恩來的一臉誠懇 打動了這位法師 而且她當時才35歲便有值班覺悟 對81歲的初會大和尚的照顧 也是無微不至 相比起其他和尚 多少還有點異性相惜的意思 可以理解為婦女那種感情 初會法師對龍恩來甚是喜歡 沒過多久就將她收下 成為了她唯一一位女徒弟兼關門弟子 並賜法號 試制定 出家後的試制定 對師父的照顧加倍細心 根據後來記者跟試制定的對話錄音 她表示 她出家後就開始負責師父的飲食起居 對老人家細心照顧 還幫她清洗身體 不過寶蓮室始終是一個和尚廟 因為尼姑在這裡住也確實不太方便 於是初會法師將試制定安排到了寶蓮室 後來根據試制定的說法 因為初會法師年事已高 老人家的尿又濃又臭 其他和尚都不願意靠近他 只有自己閉著眼睛戴著手套幫他擦身體 這一片孝心感動的初會法師 在初會法師2005年卸去寶蓮室住持一職之後 他將定會室住持及寶蓮室監院的重要職位 交給了年紀尚浅的試制定 定會室是一座擁有將近百年歷史的老廟宇 從1923年建成直到今天 廟宇經過了多少風風雨雨 到試制定掌權時 定會室已經糊上了各種補丁 但是卻苦無修繕經費 試制定在掌權後 經常以住持的身份對外哭窮 將近百年的小廟如何如何殘破不堪 如果沒有政府的資助 怕是沒撐到百年就要倒廟不成 2015年 試制定的呼籲終於得到了回應 由地產開發商看中了定會室的地皮 開出了非常優渥的條件 免費幫定會室遷移到其他地方 還為其補償以億港幣作為善款 以維持定會室的開銷 如此一大筆款項 對一直在哭窮的試制定來說 絕對是十拿九穩的交易吧 但是開發商竟沒料到 試制定居然憶正延遲地拒絕了這項提議 他說 定會室在百姓心中有著很高的地位 哇 多麼崇高的道行修為 才有這般此前才入憤土的境界啊 試制定這番言論贏得了一波信眾們的口碑 香港是一個宗教氣氛很濃厚的地區 在聽到試制定住持如此清高的言論後 信徒們紛紛慷慨解囊 當中有一名虔誠的信徒叫做翁靖金 翁靖金在香港具有不小的影響力 他為了感謝試制定住持 曾在他喪夫時為了開道 於是翁靖金號召他的香港上流社會的朋友 為定會室捐款 最終定會室獲得了670萬港幣的善款 試制定發現 翁靖金居然能有如此的號召力 他日必有一番重用 於是讓翁靖金成為了定會室的董事 沒想到翁靖金最後居然成為 踢爆定會室醜聞的第一響 首先先說一下這個翁靖金到底是誰吧 翁靖金1964年出生於越南 他的祖父是越南當時的首富翁點南 一歲時他跟著父母來到香港定居 因為翁靖金倾國倾城的容貌 他在12歲時將自己的自拍照寄到了電視周刊 這張照片後來被電視台的導演看到了 一眼就相中了翁靖金 從此正式開啟了他的螢幕生涯 16歲時就跟當時紅爆香港娛樂圈的張國榮 在楊過與小龍女電影裡演對手戲 20歲的時候他嫁給了跟他相差30歲 在香港邵氏電影公司擔任導演的劉家良 從此席影 後來他不僅成立了自己的保險顧問公司 還在1996年的時候重返校園 於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修讀法律學士課程 更取得這個課程當時近8年來最高分數 之後更取得了不少法律學相關學位 然而2013年的時候劉家良因患血癌病逝 也就是在這個時候翁靖金決定在誓院吃哉念佛 從而認識了誓制定 當中還有一些小八卦我就不講了 畢竟今天的主角不是翁靖金 翁靖金在了解到定会是 原來已經缺錢到其大雄寶殿的燈都已經快開不起 但是制定住职卻還依然為了信徒 不肯接受那筆巨額的拆遷補償 翁靖金馬上捐了一筆款項 還號召朋友一起捐款 在短短的一個月內就籌措到130萬的款項 最後總共獲得善款670萬港幣 為了感謝翁靖靖的大力支持 施智定還特別給了她懂事一職 但是施智定竟沒想到 翁靖靖可不是那種嫌麻煩就掛個職務的人 她非常認真地對待這個職務 還介紹了不少圈內朋友給施智定 像是吳起立 也就是成龍大哥女兒吳祚琳的母親 施智定多次約吳起立吃飯 每次見面時都要送一些禮物給她 有一次翁靖靖要出席電台節目 那是因為高跟鞋不合腳而腳痛 施智定馬上從房間裡拿出了兩對 Clox的黑色真皮鞋 正與翁靖靖跟吳起立 施智定更對吳起立表示 自己一次拿了20對同牌同款的皮鞋 要知道Clox的女士皮鞋每隊都在上千港幣以上 後來吳起立才了解到施智定每次都要給她一些小恩小惠 其實是想從中扯紅線 將內地的一個大老闆介紹給吳起立 吳起立覺得奇怪啊 你一個尼姑怎麼還做起拉皮 扯紅線的工作啊 這不是跟佛門的清規戒律相違背嗎? 更奇怪的是一直對外呼籲要大家廣捐散款 作為定會室的修繕費用 但是這一對上千元的皮鞋一買就是20對 一個搭戶人家的千金小姐 怕是都沒有你這般闊氣吧 於是就將這件事告訴翁靖智 翁靖智本著定會室董事的身份 開始查起了寺廟的帳本 這不查不要緊 一查才發現 定會室的收支根本混亂不堪 完全沒有記清楚每一筆支出的用途 光是雜費這一項 從2009年的9萬元 突然就暴漲到了2015年的129萬元 修繕費用6年間總共花費了270餘萬元 但是定會式依然破舊不堪 翁靖智更發現一張令人哭笑不得的單據 市制訂以11340元 買入保禄斯品牌的兩個性感胸圍 兩個標準身材腳型內衣 以及兩條黑色束帶 竟然被納入了市院的維修費 嗯 其實也沒錯啦 住持也是市院的門面啦 市院的流動資產連存款年年下跌 由2005年的674萬元到2018年 就只剩下70萬元了 期間市制訂還多次呼籲公眾為其捐款 一座寺廟的日常支出還有倒塌休憩 但是信徒們的捐款跟大筆的香油錢卻下落不明 支出數目龐大 但收入卻沒有清楚的記載 這當中他到底A了多少錢 翁靖智為了徹查市制訂 找來了私家偵探對其進行的調查 這一查才發現 帳本上所表露出來的 根本只是市制訂A錢的冰山一角 在殘破的訂會室內 市制訂的房間卻是別有一番光景 各種奢侈品包括名牌手帶 名牌鞋 名牌內衣 高級化妝品 昂貴珠寶 更怪異的是竟然還有一頂假髮跟一台吹風機 更更怪異的是 人家身袍底下穿的的是綁腿 而市制訂身袍底下穿的竟然是黑色絲襪 而且定會是雖然殘破不堪 市制訂還曾說大雄寶殿連燈都快開不起了 但是他的房間就是24小時開著空調 房間門口更貼著標語 內有大小寶出入小心隨手關門的字樣 這大小寶是市制訂的兩隻愛犬 原來是他怕兩隻愛犬受不了香港的炎熱夏天 所以才24小時開著空調 保證他們的舒適 後親人計算 兩隻狗一個月的花費就高達7000港幣 私家偵探群調查到 2012年市制訂更以徒弟寺廟會的名義 全款是全款買下的大部比華麗山別墅 當時購入的價格為3950萬港幣 這就足以證明翁晶晶查到的帳本 帳目上的幾百萬幾百萬支出 根本只是冰山一角 市制訂還會經常穿著便服戴上假髮 在奢侈品商場大筆大筆的消費 到了晚上就坐著七人車在別墅裡過夜 七人車 你想想七人車上還坐著什麼人 你想想那些上萬元購入的性感內衣 矯正素身衣 你想想那些假髮 絲襪 是的 市制訂不僅A錢 他還A人 analyzing 摩咪 TS 這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